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当然没有忘记在灵性上的一些的冲击 这个我首先想让各位同学们 我们在小组里面稍微去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些接触 从分享当中我想会比较更深刻一点 所以我们原则上三四个三四个人好不好 大家分享一下 你能够想象得到这个在灵性上冲击的 不管你是从个案 从圣经 或者是从实际你的接触里面去分享 从分享当中的特别的感想 或者是有什么提问 有没有 我们刚刚讨论的 我觉得有很多是从教会里的人得到的伤害 没有受过古道的训练 讲的话给大家更多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说弟兄姊妹来上这个课 传给谁 弟兄姊妹来上这个课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教会很需要这样的人 而不是很多的宗教徒去定罪或拿圣经来打人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些事情 其实我是觉得说应该去找counselor 外面的counselor或有受过关怀辅导训练的牧师 因为你找小组长找一些没有这方面训练的人来讲这些事 反而会有一个很深的定罪和guilty 那姊妹们通常是趋向于自责 就变很depress 我们第一天提到一些不幸的事情遭遇的时候 我们说到有信仰的人最容易用这个所谓的都是你有罪 有没有 用这种角度去论断 到最后就变成第二次伤害 甚至于主都不定人的罪 反正被我们定罪了 坦白讲第一天我跟同学点名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是我们班上 比如说我们有两位失分的人来上课 我觉得他们很能够坦然地就把这个介绍出来 那这个我相信是一个走出来这个失分的阴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 但是我就想到说在我们教会里面 如果是一个失分的人到教会来 很容易被第二次第三次伤害 从他失分之后第一次回到教会 很多人就回头看他 一直看他 那这个一看就表示 我相信不是关心的 我相信这个是一种比较属于负面的眼神 有没有 然后这个姊妹在洗手间 还没有进去就听到里面有人在讲他了 那你现在看这个教会如果有这样的话呢 就是对于碰到人身变故 已经是很无奈 很困扰的人 再加上被其他人伤害 而这个伤害有的时候反而会更大 为什么 因为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 最容易触发灵性的危机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会马上联想到 跟信仰有关 教会肢体有关 然后呢 那这个就跟上帝有关 到最后最坏了 其实不是上帝的问题 是真的问题 可是有人会怪罪到上帝 信仰是假的 上帝不是真的 再来 我提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基督徒里面得这个精神病的 跟那个外邦人得精神病的比率 哪一个高 就是我发现是在教会里得精神病的很多 尤其在中国大陆 因为我去一些教会去讲的话 尤其去三次教会 每个教会都有一两个那种精神病的 后来问那个牧师 他说 这很正常 他说 他说就是 他说教会里肯定有这么一两个 我说那为什么不敢走 他说这教会的门是敞开的 怎么改人呢 是 很好 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然我们要先澄清 你是本来好好的基督徒 变成精神病 还是本来就是精神病到教会来的人多 那这个是不一样 那我的了解 我的了解是 你会发现到教会 比如说情绪啊 精神失常的人多 不见得是因为 他本来是好好的变成精神病 是很多人因为认为教会有爱心 那么教会有比较接纳 甚至于那教会就是最后一招 要把这个有问题的人丢到那边的一样去的一种机会 这个当然都有可能 不过确实没有错 有一个很老的一个教母学的一位教授 叫做Dr. Oates 他也是一个美男进行会神学院的教授 他已经退休了很久了 那他有一本书叫做 宗教对人的心理健康 也许有害 他说religious could be hazardous to your mental health 那这本书是很有意思的 很不可思议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 所以他讲的religion 当然比较多是在讲基督教教 教会 但是他从多年的教学跟他的临床的经验 不得不说 为什么教会所谓的宗教信仰 当然他不是说基督教的信仰 他只是说宗教 就像说 对不起 我们在教会的那一套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圣经的一套 宗教是人为 再加上人为的解释 人为的坚持 或者说人的这种神学的这种观念 或者是一些的想法 那当然不一定是很圣经化 不过总而言之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些会冲击到人 比如我们随便讲 有的教派就特别强调这个罪的问题 一天到晚 讲不好听一点 好像要让人吓得 好像自己是一个大罪人 没有错 基督徒基本上是相信我们是罪人 可是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一天到晚在用罪来 把我们所谓的压下来 我们应当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所以有的是过度强调罪 就没有用蒙恩来平衡 没有错 有的教会太强调蒙恩就附列了这个罪 所以罪就不谈 所以教会就也有很多人的这个罪的问题 那么甚至于大家眼睁睁地看 有一些教会的这种罪的问题 我们也不敢去touch 根本不敢去处理 那这个当然也是两种极端 对不对 好 那从心理学上来讲 假设有一些人本来罪恶感就比较敏感的 那么他到这样一个教会去的时候 当然他就更挑起了他的这个过度的这个罪恶感的这个敏感度 对不对 你知道罪恶感是宗教的名词 可是心理学有一种名词叫做强迫性的行为 强迫性的行为很多种 其中有一些譬如像洁癖这种强迫性的行为 多少少都是跟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被太多的指责 被太多的要求要几乎到perfect 所以他就转移到像洗手这种是最简单的一种 所谓的洁癖的行为 从小爸爸妈妈就在背后督促 骂 还说他打 你怎么要洗干净 你怎么要洗干净 然后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洁癖 我曾经在一个精神医院里面实习 我们这个团队其中有一个16岁的洁癖的严重的年轻人 那么医生常常都要提醒我们这个团队 所以千万不要让他单独一个人在厕所洗手 那有一天那个时候是冬天 在这个Princeton那个地方冬天还算是冷一点 那早上9点钟我们要开始group therapy 结果那个年轻人很缓长的没有出现 大家好像有默契 就往那个男生厕所跑 结果远远就听到这个热水 而且他用很热的水 说那个烟啊 那个能蒸汽的从那个他的这个男厕所 这样就冒出来 结果我们冲进去里面的时候 真的他呆在那个地方继续在那边洗 我想那天刚好一块新的回照 被他洗得变成一小块 然后你仔细一看 他连那个血都流出来了 还在那边搓 还在那边搓 那他就是很严重的 从小就是因为在这种被要求要perfect的环境之下 然后转移变成心理精神上的紧张 他没有办法挣脱出来 所以就变成转到这个行为上的这种偏差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些的问题 不小心的话就会触发 本来有的心理上的一些的脆弱的部分 所以引爆出来 这个当然也是会有 不过在台湾有一个精神科医师 他是基督徒我的老朋友 他在马街医院 基督教的医院 那他曾经发表过一个他的统计 台湾的这个忧郁症妇女 师母是一般人口的 在当年他提出来是三倍 那是很严重的 师母忧郁症 那这个当然我们最近几年 大家在注意到教母的家庭 特别是注意到师母的心理的健康 我们当然已经不讶异了 因为这个是有一些所谓的实际的解释的根据 教母本来就是承受压力大 那师母其实是承受有的时候最大压力 尤其在墓会的师母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忧郁就是因为产生被伤害 或者是lost掉 很多的师母是丧失很多的他的status 结果他唯一有的这个师母的status 反而变成是他很多创伤的原因 那如果没有人去关怀他 没有人去帮助他 那慢慢就会转移 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症状 对不对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 美国前几年如果你注意到这个消息的话 有两个师母 其中有一个师母有一天把他 他有五个孩子 四个孩子就淹死掉了 然后有一个牧师早上在家里准备礼拜天的讲道 结果他的师母从后面用枪把他打死 这个是美国的社会新闻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几年前的 那后来研究的结果发现了 那这两个师母都是有严重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忧郁症 那忧郁症再加上可能对于配偶的不满 忧郁症再加上担心这些孩子 怎么能够养大 所以你看 当一个人有精神心理上的问题的时候 常常就会扭曲着他的一些的reasoning 他的解释 他的看法 然后就影响到行为 自杀的个案当中有67% 在自杀的时候都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 所以忧郁是很容易产生 第一 自杀 但是第二 现在慢慢有一些忧郁症还产生他杀了 就把本来是想要 我很痛苦不想活 自己就解决了 对没有 那现在是我很痛苦 然后就想要去报复 造成他痛苦的相关的一些的人 美国大概十几年前 那个Colorado的这个Columbine 对没有 那个是近年来最惊动整个社会的一个学生的事件 后来陆续常常都发生这些事情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在学校多多少少都被 怎么样 被歧视啊 被嘲笑啊 你看这对他们说 也是一种hurt嘛 对不对 那hurt到一个程度 当然他一定会产生 这个忧郁 不满 然后忧郁如果不是行住以己 那就变成怎么样 那么这个采取行动来报复 那最近因为 我想这个当然跟媒体的报道也有关系吧 因为几个事件 大的事件都是用报复的 所以这个就越来越多 那华人也有 韩国人也有在Atlanta 那华人也有 这个 我去年去Atlanta的时候 那么听到一个从中国来的 听说是北京一个协和医院的一个医师还是怎么样 相当好 北京的协和医院是很顶尖的一个医院 而且还当到主任 不过后来决定想要举家 那到美国来 那你知道在美国 他们是不承认在国外 你甚至于当到主任 当到院长 你还是要从实习医生开始做 有没有 才能够拿到他们的证照 所以他就在这个医院做这个实习医生 住院医师的这个训练 那么我想一方面也是文化 一方面也是语言 再加上 你在中国在东南亚当到这个主任级的医生 是非常风光的 他一句话下面的人都 都唯命是从的 结果来到这边 还要受带领他的这个supervisor医生的气 对他来说 变成像是歧视等等这样 总而言之 有一次他被抓到一个把柄 好像应当要处理的事情没有处理好 结果这个他的这个supervisor是一个印度的医生 就承报上去 然后医院因为这种医疗的行为如果有偏差 所以很不客气的就把他解聘了 那因为解聘除了他工作有影响 未来有影响 再加上他要再去找 这种reference很糟糕的话就找不到 然后他就长期产生这种忧郁的问题 就有一天他就买了两支枪 然后几包的这个子弹 从Atlanta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到Kernatikon 就是这个印度的教授 然后早上六点左右 就在他家的门口等这个教授 一出门啪啪两枪就把他打死 然后旁边他太太肚子又怀孕的一个 他这个医生的太太 他看到他的太太也朝他打一枪 还好没有把这个太太打死 结果后来当然被抓 结果被抓的当中警察抄到他 不单单车子有很多的子弹 就表示说他是打算要拼 不只这样还有一张柱子 这个教授这个医生只是名列前茅 他第一个处决的 下面还有几个 可能他以前不顺的这些人 这一下子如果不配判死刑 最少要判无济徒刑 你看这种事情 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没有及时地去帮助他 酝酿成不单单是家庭的悲剧 连整个的这个 其他一些无辜的人受害 对不对 这个都是从扶导的角度来看 这是很遗憾的 好 还有没有 来 等一下 请麦克风拿着 讲一下 就说一个基督徒 他如果受了什么伤害以后 他就说他就自杀了 那大家常常在教会里面就会说 这个自杀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 这样 那有没有这种 好 很多的事情 除非我们在圣经里面 有很明显的字句上的根据 那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引经据点 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 信他的人就得到永生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就得救 其实这些很清楚 但是至于其他的方面 坦白讲圣经就没有这样的写 我们碰到这种情况 当然人会用人 包括伦理的 包括神学的解释 没有错 基本上我们不可杀人 这个圣经有 但是 不可杀人 但是他之前他已经信耶稣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不是神学家 我不能够好好地谈论这个 不过 基本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前面那个应许是信得永生 就像说基督徒得救了 会不会犯罪 会 那犯罪以后基督徒 他以前得到的永生的应许 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 那这个就是神学的病论 因为 那我相信一定有人说有 有人说没有 那就看你要接受哪一个 我当然是比较喜欢是接受前面那个 或者我顶多是说 我只能够打一个问号 我不知道 只能够等到时候那个人去 上帝 去跟他 跟他解释 或者是才知道那个结果 因为我们不是上帝 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 对不对 但是我是比较 prefer 上帝既然是一个 应许的恩典的在先 但是呢 就像保罗 就像大卫好了 你看大卫是上帝亲自高的王 对没有 而且是千挑百挑的 你知道撒木尔去高大卫之前 看好了他的哥哥 结果上帝说 你不要看外表 要看内心 所以就表示说 这个人是铁定是上帝亲自怎么样 选的 高的 有没有 可是他换了大罪 他换了什么 奸淫又杀人 而且不止一次 对不对 你可以知道 那你想想看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不用说上天堂了 这种人早上要把他的王位 就把他取掉了 对不对 他整个家 当然上帝也没有这样做 对不对 上帝让他当王 不过呢 我们不要忘记 罪有罪的代价 所以大卫 有没有付出罪的代价 有 我们都知道 从他的家族 从他个人 对不对 但是 他有没有得到永生 我相信有的 有没有 不单单得到永生 大卫仍然还是主耶稣 是家谱的一个保留的一个 因为这样又改变 在他的计划里面 对不对 我想这个是 一方面是神学的解释 一方面可能是 谈到神学的解释 就是变成 多多少有一些人的主观的思维 我们就留给神学家 或者是 我们就看你自己愿意接受哪一种 但是不要轻易地把你的认为 就变成好像是上帝说的 是 对不起 我再补充一句 我们那天提到以利亚 他求死 有没有 所以就表示 他不是只有想一想 他真的想要死 也就是想要自杀 因为我以前在教会就说 好像这个已经是一个 就是说好像是真的一样 所以也没有怀疑过 那其实是直到我在看一个 关于梵高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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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 我看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就 我就怀疑说 难道这个梵高 不能去天堂吗 那种感觉就是 因为他 他好像原来是一个牧师 那现在很多 很多在教会里面 一说到梵高 还说他是那个就是坏榜样 就是说那个精神失常的人 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就 但是他就是又精神失常又自杀 但是我就觉得 他好像是在当他读神学 跟当牧师的时候 受了很大的伤害 就是从他母亲开始 就是一直就是很悲惨的一个人生来的 那到后来他其实是他用他的艺术来说话 就像那个Amy那样子 是啊 很好 好 还有吗 好 那没有我们来整理一下 把这一段 我们就发现到 从辅导的角度来看 灾后辅导的人观 有三个最有关的 第一个就是生命无价 很重要的生命无价 谁不知道生命无价 所以你越了解这个你就知道 有人真的要自杀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他实在是有多么的怎么样 多么的无奈 多么的可能无助 这个对他来说 可能只是 唯一有可能的一个选择吧 除非我们可以挑取他 或者是帮助他 让他找到还有一线希望 对不对 生命无价 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几次了 其实火灾也好 各种天灾也好 那么包括你生一场大病 不管多么受到多大的折腾 可是我们这条老命还在的话 我们就感觉到 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 对不对 这些都是种种 都是流露出生命的无价 所以我们对人的生命 无价的根源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 是取之于上帝的创造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命 要珍爱 对别人的生命要尊重 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人观跟灾后的这个辅导有关的就是生命很脆弱 生命虽然是无价的 可是从一些的天灾人物让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实在是生命很脆弱 我们很早就有一句口号 人定胜天 其实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我们越来越觉得 那一句话实在是人的骄傲讲出来的 你看当年在圣经的时代 人开始有科技的时候 有文明的时候 那就是要想要见巴别塔了 有没有 这个从当年的时代来看 已经是人类的成就了 不管是文明的科学的 但是上帝知道人 这个背后的这个心态 是要敌对 是要对人的这一种骄傲 你看上帝只要用什么方法呢 上帝用的方法是怎么样 变乱人的口音 有没有 就让人不行了 所以生命的脆弱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就是我们被造的生命的脆弱 经不起一些的打击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很谦卑 我们的生命虽然从上帝的创造而来 可是上帝也有主权 要怎么样 让我们这样一个脆弱的生命 承受一些的打击 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 第三 生命是全人的 尤其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症状 你就发现到 为什么要从生理的 情感的 认知的 行为的 还有到信仰的 因为一定会冲击到这个 多方面 那我们再来下去看 诊断 你怎么诊断出 某一些人 他确实是有PTSD 早上的那个症状很重要 那不过具体实际的诊断 这个有一些的根据 比如说第一 受害人或者是现场见证人 受重疮或者是死亡 且导致强烈的恐惧无助或惊吓 第二 灾难的事件后 不断重现下列的现象 至少有一种 至少要有一种 思想上 幻想上 知觉上一再出现灾情 或者是 常做灾情相关的噩梦 第三 一再出现灾情重现的行为 或情绪往映 这个跟做噩梦不一样 这个只是在清醒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提到 有人一听到 碰我打一个玻璃 就整个人抓狂 或者是整个人 就往外面冲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经验太强烈 第四 生理失调的一些反应 我们前面提到那些症状 第五 接触到类似 或者是象征灾情的事物 而产生强烈的心理失调反应 有人灾后不敢去灾区 为什么 触景申请 会很强烈的 在那个地方 他没有办法自主 没有办法控制 当然没有错 我们不见得是一定要勉强一个人 不过从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症状 就诊断出 它也是其中一个失调的一个项目 第三 持续出现回避的行为 下面的行为 最少有三种 前面那个行为是有 最少有一种 这种行为有三种 比如说 尽力想要排除于灾情有关的联想 思想感觉 在谈话中 刚才我们说 怕去回忆这些 或者是到现场再去重游 或者是重现 那更严重一点的话呢 连思想 连感觉 连谈话 都不想要去谈 拒绝谈 有没有 就像那个妈妈 有没有 三年来 她说她从来都不谈这个事情 那这个是有意的要把它回避 那你越有意 而且这么长期 那就表示有问题 第二 逃避灾情有关的活动 比如说追思人物 或者是场所 第三 丧失记忆 因为丧失记忆 也是一种 前意识上的一种 怎么样 一种不去想的 一个好的方法 对活动失去兴趣 以前很喜欢 结果呢 对一些生活上的活动 失去 包括休闲 包括 甚至于可能饮食 甚至于连 连这个 男女的 这个 亲密的关系 第五 疏离人际关系 第六 意容易跟人家起冲突 第七 对未来 失去 希望 不管是职业 婚姻 或者是家庭 总而言之 这种回避呢 就 触发了人的这种 悲观 消极面 然后连这个 这个自信心都 降低了很多 那这几项 最少要有三种 第四种的 第四类的诊断呢 是精神亢奋的现象 不易入睡 或者是熟睡 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睡觉呢 就是要 让脑 能够 怎么样 缓和 所以 你不要胡思乱想 因为你一胡思乱想 你又 触发了脑的 这个 活力 活动性 那你越活动越多的话呢 你当然就不容易安定下来 对没有 所以 有一些人在教导 人家 帮助睡眠的方法 譬如说 鼠羊 其实基本上 这是一个不对的做法 因为你要鼠羊 也表示你要维持 一个程度的清醒 对不对 尤其有一些 很在意 detail的人 你鼠错又不行 从来来 再来一次 结果鼠到天亮 都还在鼠 有没有 好笑的就是 类似这个问题 睡觉就要让它很轻松 可是有些人要 要处理睡觉本身 就变成是非常用心去处理 有没有 比如有一些怕失眠的人 常常要到十点才能够睡着 他就想 好 那我平常要一个钟头 才能够搞得睡得着 我现在明天 我就提早两个钟头上床 有没有 结果提早两个钟头上床 不是只有搞一个小时才能够 还是一样搞了两个多小时 有没有 好 那下次他又怕睡不够 有没有 就更提早 那你看 这种就是 你越 你越把 需要轻松放松 的这种过程 你越把它当作一个big deal 你就反而让整个人的 这个身体的体力 反而energy很high 对吧 那你身体更alert的话 你根本不行 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 你想要睡觉的时候还不要睡 去拖地板 去做一些 当然 有一点体力 可是又不是很强烈的exercise 让你 坦白讲 连拖地板拖到一半 都快要想要睡觉的时候 再去睡 那就很容易睡 对不对 你越把它当作 你要去处理睡觉的事情 你就越 睡不着 过度的 容易受惊吓 上述的症状 持续出现 一个月以上 记得 这个是有一个标准 持续一个月以上 因为按照临床上来看 就是说 你有实际的这种 PT 这种 Post Traumatic的经验的人 应当都会有 可是呢 这些的行为 如果 一个月以后 一个月以后就消失了 那这个就变成 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但是一个月以后还继续有 那就是表示 这是诊断上 临床上是属于PTSD 灾后压力导致社交工作 和家庭和其他生活 无法正常 好 进一步看 一灾后的症状出现的时间 刚才我们提到 一个月到三个月内 出现这种PTSD的症状 我们称作急性的出现 有人是三个月以后才出现 这个叫做慢性 有人是六个月以后才出现 这个叫做磁性 有些人就像我提到 有些人两三年以后才出现 慢性比急性 哪一种比较好处理呢 哪一种比较好处理 越慢性越不容易处理 就像这个太太 是属于慢性的 她已经出现到三年了 这个女儿还是这样 还好这个女儿到最后有突破了 不然的话 这个女儿如果继续下去 她可能就是变成一辈子 真的是就走不出来 就是这样 你们如果有认识一些 这个忧郁症的人 如果因为事件产生 急性的忧郁症 好处理 很难处理 就是有一些忧郁症的人 已经蹲在家里 超过六个月 超过一年 有些人可能三年 五年 十年 那这个真的是 很难 所以很多的医院 在处理这一类的 长期的忧郁症的问题 就变成只好 把它institutionalize 把它总放在医院里面 那医院能够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给她一些 抗忧郁症的药 让她不要太严重 产生一些负面的行为 那有一些人institutionalize 就变成long term 甚至有些人 一辈子就只好在那里面 所以一些精神病 能不能被治好 是有可能 可是就看什么问题 而且它是属于 是已经长期的 还是急性的 那个育后的这个结果 就很不一样 好 这段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 麦克风 对不起 有一个很普通的 一个很普通的 很常见的 就看到一些虫啊 鸡猪啊 这位大教的 是不是pdst 那个我们不能够叫做ptsd 那个是一种phobia 当然要到贴标签说phobia 有时候也是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因为坦白讲 我们多了少少 譬如说蛇 很少人会很喜欢蛇的 但是偏偏也有人真的喜欢 大部分人看到蛇会下 这个是很正常 你看到姿势也会下 可是下到变成phobia 是你下的时候 你整个人完全变成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对 那这个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下 所以你要到变成有所谓的恐惧症 都还有一段很长的这个距离 就像说哪一个人 走在这个高楼 然后往外面下面看 不会感觉到毛毛的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 因为那个不是一个很寻常的情境 对 就像我们看到一条蛇 我们知道这个蛇 看到毒蜘蛛 看到或者是没有错 有的人可能大惊小怪 都有可能 只要不是太严重的话 我们不应该随便听 把它贴上说 你有什么聚高症 你有什么恐惧症 还不能够这样 那变成到精神病那就更少了 对 没有的话呢 我们早上最后再看一段 那怎么样去预防 这些PTSD呢 刚才我们说 PTSD 到某一个程度 有实际遭受这一种伤害 一定会有 PTS 可是希望不要它变成D PTSD 那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的预防的动作很重要 第一 灾前的预防 灾害教育与防备 现在越来越来越知道 不可能发生 只是什么时候发生 我们在北加州 其实我们南加州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属于地震地带 我想住在加州的居民 可能就比别的地方应当是比较对地震 比较有alert 比较警觉 那确实是危机的意识 疏散的演习 消防的演习 急救的训练 多多少少还是要有一些 我跟我太太 我们两个人之间在这方面就比较不同 我是比较佩服她 以前我也是有一点泼她的冷水 因为她看多了以后 她就提议 我们家应当要预备一些水 买一些 反正就是说 万一有什么 特别是地震的时候 所以我们家都保留一个电话 不需要用电池的电话 现在你看 现在的电话大部分都是要用电池 或者是要用什么 要用电的 特别是无线的在家里面那种分机 她就要求我们要保留一个 只要插就可以 最传统最早的那个电话 还有呢 Costco买了一个 不需要用电池的 只要用 就可以收这个 radio 因为怕万一的这个情况 还有呢 家里的这个水 它总是要除 几天一个礼拜的水 比如说是这样 以前我泼她的水 不过呢 自己慢慢的也发现到 其实有这样太太也是不错 有人 因为有被无患 真的是这样 对不对 可是 很少人有这种 戒备的心 因为大家 总是灵验说 反正不会发生 但是问题是 不怕万一 只怕什么 不怕一万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是有意思的 那救灾系统的 跟这个状态 你看我跟我太太 如果去 去住旅馆 比如说是这样 她常常一进去 就跟我 研究一下 这个 万一有什么状况 逃生的系统 我们两个人就稍微 最少 从她的角度说 应当要picture到 眼睛闭起来 就知道说 万一 因为 你假设住在旅馆 火灾的时候 不一定是白天 对不对 那如果晚上的话呢 火灾一来的话 这个店都全部没有 那你怎么办 所以她 她要我们一起 picture一下 你这个路线 先看好那个 然后自己picture一下 万一闭着眼睛 你还可以走 那这个我们有多少人 会注意到这个 不过现在爸爸慢慢地知道 救灾系统跟装备 设备等等 台湾的这个 去年的这个八八水灾 除了这个水 很凶以外 其实我们也发现到 整个的这个设备跟系统 因为大家 很久没有这么大的水灾 真的舒服了 所以整个的问题就产生 后面很严重的这个结果 那第二呢 灾后的预防 就是已经发生了以后 尽早地让受灾妇 或者说受灾的个人 去倾诉灾情 越早越好 记得 我们一般不懂得辅导的人 以为他们已经惊吓过度了 不要去烦他们 不要让他们去谈 但是你不去谈 我们那个电影 给我们应该像很深刻 你一次不谈 两次不谈 你慢慢地就觉得 不想 更不想谈 但是这个不叫做没事 所以外面的人以为 我们不用跟他谈 反正他好像 他也不想谈 好像也不需要谈 有没有 那表现上他好像还是可以 当妈妈还是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可是事实上他已经 在里面 在那边累积 这个PTSD的这个 这个energy 有一点可能会爆发出来 所以谈 有的时候是很重要 这个民间民属医疗 跟现代的 这个医疗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你去现代的医院 我们不用说是心理辅导 我们说现代的医院 大家坐在门诊室 在那边等门诊 不认识的病人 从来很少看到他们 会自己互相打招呼 然后问说 你是什么问题 我是这样 可是你去看 那个传统医疗的 包括像这个庙寺 这种鸡瞳的 这个地方 他们是开放的 在这个人行道 摆了两个长凳子 然后大家在那边等 一会儿可以看这些 做医疗的过程 一会儿大家很奇怪 到那个民属医疗的这个环境 大家都变得很本土化 哦 什么这个 什么嗯啊 大家就请教 虽然不认识啊 你是怎么样 我是这样 哇 怎么样 从疗法 从那个治疗的角度来看 他一次跟你讲一次 就减少了 怎么样 他的这个困扰 而且因为讲 大家都会讲出 哦 没有关系 等一下他会帮助我们 就增加那个期待 好 第二 团体的会谈 彼此扶持 个别如果能够必要的话 因为尤其很多的这种受灾妇 不是只有一家 是有一个团体 因为PTSD常常是造成群体嘛 对不对 那用小团体的效果会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彼此分享之后 会有彼此的扶持 而且不只是扶持 会觉得哦 原来我有这些的问题 别人也有 所以不是只有我有 人最怕的就是 我是异常 对不对 以为所有的基督徒 碰到这种情况 都会感谢主 赞美主 可是我好像没有这样 那是不是我的信心有问题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一个团体的效果 好 再来呢 当然有必要的话 紧急的辅导 前面那些 只是一般人都可以带领的 可是到了第三个阶段 是紧急的辅导 能够比较在一个 有训练的一个辅导的人员当中 来带领他去疏解他的情绪 紧急 灾后辅导的重点 第一 减少重现的反应 减少 重现是难免 但是我们前面做的那些东西只是 你越疏解 越早去跟他谈 就会 就像气球 我们早上提到的那个气球 你不去处理他 越去越大 可是呢 如果你尽快的让他 泄一点气 有没有 你现在看气球如果没有那么紧 它就不可能会自己爆 没有那么紧 掉在那个草地上也比较不容易破 因为你越紧就越薄 越薄就越经不起 很小的刺激 一样的道理 第二 你在鼓励他们讲出来 可是你前面有讲到说 有一些受害者 他就是压抑 不要去提 有点 有点 矛盾 好 那些不愿意讲的人怎么办 好 没有错 从临床上是 讲比不讲好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那个回避本身 如果变成是 异常的回避 那就代表出 他PTSD的严重性越大 对不对 那可是呢 我们从 要帮助他恢复正常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想办法 所以要怎么样拿捏平衡 一方面就是要减少 他重现这个事情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应 可是呢 有时候我们他内心 因为这个惊吓 这个PTSD的影响 又不能够不去疏解他 所以 你要拿捏得很清楚 没有错 很多的人就是不懂得这个 只懂得说 我要去关心他 要跟他谈 结果人家很不愿意谈的情况 是你勉强要他谈 有的时候 产生很效果 包括有一些人 你知道 在台湾的这个大地震 我亲自经验到的 有一些灾民就很反感 他们甚至于 特别就是对这些媒体记者 感受到他们很不尊重他们的隐私 感受到他们来这边没有帮到忙 反而是给他们更多的伤害 我想有时候政治人物也是要很小心就是这样 表面上是所谓的来关心 可是呢 你的关心反而造成这些灾民的不便 有没有 那这个就所谓的反效果 所以这个你要怎么样去拿捏 但是呢 减少重现是一个辅导的方向 当然这个重现的意思就是说 造成困扰的重现 不要忘记哦 像这种大灾难过的人 我相信他一辈子忘不了这个事情的 对不对 我们不是说减少把它消除这件事情的记忆 这个是不可能 因为人有记忆嘛 尤其你越强烈的事情 那个记忆是越长远的 只是说不要变成重现这个事情 你看我们前面提到什么叫重现 就是好像随时都又在现场一样 好像随时又在那个 我们是要减少这方面 而不是说在记忆上不要去谈 这样可以了解这个分别 那怎么样去减少这种现 了解指现象并非异常 你知道他如果觉得 他有这些的行为是异常的话 他反而会越紧张 越紧张越容易去落入重现 第二 帮助了解重现时的身体反应 这个很有意思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懂得处理重现的情感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从 你在这个重现这个灾情的时候 你身体感觉怎么样 恶心 想吐 呼吸 急促 或者是没有办法呼吸 很好 那这个就是表示你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不然的话你的身体不应当会有这种异常的这个突然的这个改变 有没有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让他知道这样 因为他知道这样以后他才会承认他有重现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进一步帮助他 那有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重现也可以从生理上的回应去帮助他 告诉他以后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深呼吸 那如果是基督徒你祷告 或者是有必要的话 因为有情境引起的 你就离开那个现场 这个会减少他的重现 所以我刚才提到 有一些人行为治疗学派的人 你你怕蛇 我就给你蛇给你给你缠在你的身上 那这个是太太简单的说法 一般做不能够这样 有的时候会很危险 对不对 你要等到有有有预备好的这个时候 你才一步一步的这样 不然的话 你你自己什么都不怕 结果看到这个话 你要用行为上的矫正 你就把蛇丢在他的身上 搞不好真的那个人整个人就修课 就完蛋了 这有可能 所以还是要从这个生理上的反应开始 减少触发重现的情形 第四 转移注意力 你知道人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 要处理他的晚上睡不着觉 你越去处理那个睡觉的问题 你就越睡不着 你去看电视 你去怎么样 拖地板 你去听音乐 就像有一些人说 我如果睡不着觉 我看圣经就会睡得着 OK 那也是很好 一灵修就会睡觉 这个也是好事 所以他就会很喜欢灵修了 有没有 对 也可以这么说 我们希望是这样的 不过也有人是因为 甚至你没有听过人家 睡不着觉就是看了比较硬的书 有没有 因为硬的书太无聊了 看不下去 很讨厌看 那怎么看 怎么办 那睡觉才有看法不看 对不对 所以也许这样也会出发 用睡觉来逃避看这个书 投入嗜好运动 或者是其他帮助人的方式 你知道 我们不是要比较了 不过当一个人走不出来 自己的所谓的悲情事件的时候 到某一个程度 确实他容易会变成 哀哀自怜 以为他是全世界最可怜 最不幸的人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到某一个程度 要让他去关心别人 所以为什么说团体辅导很重要 团体辅导会减少这个 个人以为只有他在承受的压力 然后让他看到有其他更不幸的人 或者是最少相同的人 他就不会感觉到自己是最可怜 刚才是减少重现 那再来呢 所以减少回避 你看这两个是有点矛盾 对不对 所以你才必须要去拉捏 减少回避 体量接纳回避的现象和行为 因为恐惧不安 所以前面是因为太强烈 所以会常常出现 而出现的时候又困扰他 所以我们要去减少这种情况 另外一种是 好像没事了 但是事实上他是回避的 是逃避的 是压抑的 那这个也不好 虽然我们基本上先要接纳 因为这个行为是难免 可是我们要了解灾瓶 并不是不爱自己和家人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人不去 就像我刚才我提到 那个小孩子已经讲了几次 突然变成不可爱 非常是对小孩 对弟弟很不好 不是他真的不爱 爸爸妈妈也真的不爱他的弟弟 只是因为他背后有这样的一个 无奈的一种逻辑 了解他 然后他鼓励勉强尝试一般的作息跟行为 比如陪伴参加一些个别团体的辅导 来去面对这个事情 有没有 就像这个太太跟这个Amy 到最后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直到怎么样 可以面对取代逃避 温情取代冷漠 然后呢 积极取代消极 乐观取代悲观 电影上的这个妈妈 对她的女儿是 是不回避的 想要去处理她的问题 只是 她找的人没有办法帮助她 但是她最少有在想办法要处理 但是她对她自己就都没有了 好 这段有没有问题 预防方面 因为老师我对那个电影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美国是一个教育和文化水平很高的地方 发生这样重大事件 为什么那个妈妈自己没有去找心理辅导医生 因为一般她也替她女儿找到心理医生 那这种受过专业去面的人应该找到那个窗嘛 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对 这里就我们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会谈一段 就是怎么样care the caregiver 妈妈是属于caregiver 她一般容易 尤其是妈妈最容易定位这样 对不对 尤其是这个事情造成爸爸去世 这个妈妈更强烈的要提醒自己 要求自己 我要好好的照顾我的女儿 但是你看 往往很强烈的很负责任很有爱心的care giver 常常就是忘记的自己 不一定是只有懂不懂的问题 你看我们做辅导的人 最懂得辅导的人 可是常常做辅导的人最不懂得take care of自己 所以一个坏消息就是在美国 你刚才提到美国 美国做婚姻家庭的这些 这些counciler certify的counciler 离婚率是很高的 真的 自杀率也高 对不对 不是他们不懂 有的时候这个 但是从离婚率这个问题 既然我已经讲 我可能要讲得清楚一点 不然的话你们可能以后不敢去读这个婚姻家庭事工 当然我们跟珍爱跟丰收生学院 我们的硕士可以 所以我们定位不在什么婚姻家庭辅导 我们是叫做家庭事工 因为我是觉得 你训练挂一个家庭辅导员 坦白来讲 反而会害了我们训练的学生 为什么呢 因为反而很少人会去找你我们的帮忙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除非你像蔡新老师 或者是有一些 他变成有证兆在外面开业 但是坦白讲 那些人也都是相当的desperate人才会去找他 我想你也知道在我们的文化 第二 就算你做辅导 其实80%以上都跟家庭有关 对不对 所以我才决定我们设计的课程是 以家庭事工 然后里面是帮助我们装备 可以做教导跟辅导 没有错 可以教导也可以辅导 但是不是只有以辅导为主 其实我把教导摆在前面 就是我们希望实在是 预防重疫治疗 所以教导多一点 回到教会可以做教导 可以推动一点家庭事工 好 那这些美国做婚离家庭治疗的人 其实基本上他们都是有硕士程度以上的 你知道吗 临床做久了 自己又那么专业 很可惜这些东西变成很容易挑配偶的问题 发现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 发现了解问题跟处理问题 是完全两码事 所以他们很容易知道对方有问题 很容易知道他们有问题 可是呢 就像保罗所说的 知道的善做不出来 知道的恶反而容易做 有没有 这个也是被保罗说中的 所以这些专业的人是这样 那我们说教导 我们当中有一些教导 或者将来有些人在当教导 为什么教导也有很多的burn out 教导也有很多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性感上这种问题 他们不是不知道应当怎么样 可是呢 常常就复裂了 对不对 好 好 来 那个女孩子 Amy本身 她妈妈有带她去看心理议事 所以我就想说 为什么她女儿这个事情 她没有associate到这个 OK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道理 这是PSD的问题 对 那这个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譬如说她找的是 child psychology 很明显的就是 治疗小孩子 如果她去找 family psychologist 也许就不太一样 因为做家庭 辅导的训练的人 比较有family system的观念 对不对 所以说也许有一点不一样 就像你去找生理的医生 她当然就是给你check up这些 然后她说 你还没有事啊 她不是有很多这个报告出来 只是这样的吗 对不对 第一次电影出现了以后 然后她搬到那个大城市 马上也去找一个医生 做obio科的检查 也是一样 他们 所以这个也就是所谓的 这个专业的训练 有的时候被分化到太细了以后 就缺少了全能观 你看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特别提 特别做这一类 我们的跟直接跟接触人的 这个帮助的工作 不一定是PDSD这种危机辅导 其实说一般的辅导也是一样 一定要有全能观 你才会比较整体的 去了解一个人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来休息 等一下 在我们生活当中 常常可以碰到亲友 事实上很明显的 已经有这些症状 那问题是怎么说服当事人 去接受辅导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因为像我母亲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那作为我们 就是她身边的这些亲戚朋友 我们要怎么帮助她去面对 然后让他们去接受辅导 好 很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 不只是我们说 有这个严重的问题 你就算说一般 加就一本难念的经 怎么样 可是我告诉大家 今天虽然有科技有专业 可是最无奈的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强迫别人 去接受辅导 包括接受治疗 医学上有一个条例 就是说除非那一个人的疾病 会造成危害到他自己 或者是危害到别人 对不对 才会有强制医疗的法令 你可以通知 这个医疗团体去强制执行 送到精神医院或者去治疗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就像你提到家人这样 我们只知道他受到困扰 可是除非我们能够证明说 他有危害到自己的生命 或者是他的问题会危害到四周的家人 不然后我们只能够怎么样 苦苦地在劝导 或者是顺着他哪一些的症状出现的时候 我们华人有一招就是说 比如他需要看精神医师 可是你先从家庭医师去看 你不要一下子就把他带到精神科医师 因为你跟他讲 他要带他去看精神科医师 去看心理辅导 为什么他可能会排斥 可是现在的家庭医师 suppose是比较有全人训练的 家庭科医师也可以处置精神科医师 基本的一些的东西 那就够了 先从那个地方开始 那这个也是一种所谓的变通的办法 好